山腹剧毒 烹饪时却实里飘香 一朝时其肉不念天下雨 围炉烤 煎汤炖 清蒸红烧馄饨下 三鲜上市 春季美味 又阔难倒 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楼蒿满地卢亚短 正是河豚遇上时 大家可能都知道鲜美的河豚有剧毒 民间素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 如今在江苏洋中 吃河豚已经成为了当地的文化 吃法更是花样多多 进入阳春三月 洋中的水产市场里 河豚和各种江鲜鱼类都是近期的主打 哪种卖的是最好的 哪一种卖的最好的 东北橘黄 南方橘黄 还有白橘黄 市场上河豚的种类比较全 大致分四种 东北橘黄豚 南方橘黄豚 白橘黄豚 暗纹东方豚 其中品质最好的是东北橘黄豚 价格也是最高的 因为东北它本身就是气温低 叫冷水鱼 它冷水慢 它这个肾肠速度就慢 肾肠周期长 再一个呢 我们这个吃的吃料呢 全部是小鱼小虾 里面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所以它这个肉质感就是一种密度啊 跟这个南方鱼是肯定不一样的 那不怕不吃喝 就怕喝不就喝 你一煮就知道了 河豚是一种极美味与剧毒鱼一身的鱼类 中国人吃河豚少说也有2000年的历史 是世界上最早吃河豚的鼻祖 那在阳中 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河豚饮食文化的地方 河豚都有哪些吃法呢 在传统意义上面讲 我们处理这个河豚还是非常严格的 河豚毒素来源四个方面 分别是河豚眼 河豚肝 河豚子 还有河豚脊贝血 所以说在我们处理当中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小心 把这个处理干净 王军最擅长做白芝河豚 白芝河豚是我们阳中一代 一个比较传统的一种做法 它里面除了河豚这个佐料以外呢 还有羊草 河蚌 羊草呢 是春季的一个实令菜 它是非常的鲜美的 要像河豚香味不比 关键的秘诀是熬好河豚肝 豆油熬熟后 先把河豚肝放入锅中煸炒 熬河豚肝的时候 要不时的挤压 把它里面残留的血水 全部挤出来 下入葱姜 葱姜呢 就减轻去立味 然后下入河豚 王军说 河豚本身非常腥 用油煎一下可以起到去腥的作用 加入刚刚我们用河豚吊出来的高汤 下入包汤 大火烧开后 再用中火烧至大约五六分钟左右 放入适量的盐 因为河豚本身是非常鲜美的 所以说在我们调味的过程中 再加入一点盐就够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放入河豚类 最后放入河豚皮 王军告诉记者 吃河豚皮对胃有调理作用 但是烹制时容易煮化掉 所以要最后再放 刚刚我把这个河豚皮烫了一下 然后去了上面的粘液和腥味 然后现在我把这个河豚皮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 因为在食用的过程中 河豚的正面它会有一些小刺 口感不是太好 再烧半个小时左右 中高火起锅收汁 烫鲜肉嫩的白芝河豚鱼就做好了 羊中盛产羊草 煮熟的羊草放在砂锅底部 倒入烧制好的白芝河豚鱼 中低火焖10到15分钟 河豚的鲜味 透着羊草的清香味 也是当地的一道名菜呀 除了白芝河豚鱼 红烧河豚鱼也是当地的传统菜式 今年土造烧河豚 在羊中特别受食客欢迎 今天吃的这个土造的感觉 口味跟它们不一样 都有风味吧 我们土造烧河豚是羊中传统烧法 现在不少客人都回归吃土造烧河豚 李传耀师傅还利用土造创新出了河豚八宝饭 深受食客欢迎 河豚八宝饭用土造烧制而成 土造烧柴火有那个特殊的香味 所以烧熟的饭也特别香 李传耀说 河豚八宝饭其实是由当地的菜饭演变而来的 烧制河豚八宝饭的时候 河豚皮的处理至关重要 美味的河豚肉 焦香酥脆的河豚皮 搭配上食令季节的各色蔬菜粒 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 米香中透着肉香和淡淡的菜香 是不是很诱人呢 在羊中 河豚的做法有很多种 河豚圆子也是传统吃法之一 河豚烹饭大师蒋开河说 现在还有一种吃法很流行 它最大限度的保留了河豚的原汁原味 60%以上就要点这个河豚火锅 这个河豚火锅底比较讲究 我们要拿那个河豚肝 河豚的锅头 还有河豚的皮要加在一起熬制 这样熬出来的河豚汤比较浓郁 刷出那个河豚的片就比较味道更加鲜美 中国资深特级河豚烹饭大师王世平 是土生土长的羊中本地人 做河豚鱼已经30多年 他经过不断的创新和研究 把河豚鱼做成了佛跳墙 这福建菜和羊中本地口味的结合 会迸发出怎样的滋味呢 黄世平告诉记者 和普通佛跳墙不同 这道河豚佛跳墙里 除了加入了河豚肉 它的汤底也很讲究 如果说王世平这道河豚佛跳墙 过于高大上 不要紧 这道河豚狮子头可是老少皆宜 我们这个河豚鱼很特殊 它是用河豚肉而做成的 它那个汤全部是河豚的骨头 跟皮掉出来的 所以很浓 河豚的本味很香 这道菜里面我加了 司令性的素菜做笋 因为羊中特意的做笋 已经上市了 这个做笋又增压了河豚的鲜美度 所以这道菜很好 只有用河豚的干去吊当 才能体现出河豚的本味 特别特别香 你不用干的话 那河豚的香味就没了 刺身最能还原河豚的鲜美滋味 做河豚刺身 刀工最讲究 也不是说又薄又好 五厘米还是两毫米 就是说厚度最圆 让记者没想到的是 王世平不仅仅把河豚肉 做成刺身来吃 就连这剧毒的河豚干 也可以生吃 薄薄的一片入口的时候 满嘴的油脂的那种香气 它很浓郁 这有点像我们三文鱼的那个 鱼南的那个地方 它的那个油脂感是有点像的 而且它整个嚼起来的口感 它既脆又很嫩 对 一口下去一点心味都没有 当时我弄这个处理河豚干的时候 我没想到它的口感 能够达到这个程度 而我只知道一个去多 第二个呢去腥味 但我没想到它的脆嫩度相当好 这道河豚会央草 是阳中岛民们吃了几百年的传统菜肴 吃小火炖 味道特别的鲜美 那么整个河豚的味道 全部融入到这个央草里面 有这种说法就是 河豚无央草 只吃央草不吃河豚 为了满足各地吃货们的味蕾 孔庆浦还把河豚鱼 做成了家常主食 吃馄饨在我们洋中是一种民俗 家家户户都有的 我把这个河豚这个原材料 来做馄饨 这是一个所创 用春天的石令蔬菜和河豚肉做馅料 形成了馄饨不同的风味 可河豚的干是有毒的 这个也要放到馄饨里吗 干是个灵魂 必须要用进去的 但是这个干呢 是我经过这个冷分解去毒以后来做的 生的入这个馅 它特别鲜香 瞧 吃馄饨的方法也花样百出 除了小火锅煮馄饨 这道通过平底锅制作的网皮馄饨 是不是更加赏心悦目呢 有了接地气的河豚馄饨 怎么能少得了这个季节 石令菜肴河豚春卷呢 吃春卷是我们春天洋中的一个风俗 河豚做春卷这是我的一个首创 一条河豚它的肉很有限 春卷也就做十几个吧 十五个左右 春卷皮一定要是手工的 这样做出来纯手工春卷味道才更好吃 除了把河豚鱼做成传统小吃 它居然还能被做成甜品 瞧 这道脆炸西施乳 也是孔庆仆潜心研究出来的创新菜 西施乳就是河豚的杏鲜 用它做正的河豚鱼甜品 可以说是酥脆可口 软糯香甜呀 据洋中当地人说 要想见识更多河豚鱼的新吃法 就一定要到中国烹饪大师周长顺这里 来拜访一下 周长顺告诉记者 在中国河豚鱼可以做出一百多道菜品 他做的长顺河豚宴有二十八道菜品 桌上的这些就是河豚宴中最主要的十道 河豚鱼菜肴 河豚宴在全世界 桌上的这些就是河豚宴中最主要的十道河豚鱼菜肴 一个是沙锅河豚 一个是这个红沙的河豚 那这道菜呢叫胶盐 河豚鱼 团是河豚鱼 这个就是我们洋中的叫挖水 河豚鱼也可以做很多种菜 像胶盐的 也可以泡酒的 还可以把它成灰菜的 这个叫傅布庸河豚丝 这上面呢 全是河豚肉 七层丝 像肉丝一样的 除了沙锅河豚 红烧河豚 河豚刺身 这些常见的菜品 椒盐河豚鳍 芙蓉河豚丝 凉拌河豚皮 还真是记得头一回见到 更让人大开眼界的 还在后面呢 这一盘密密麻麻的 像小蜗牛似的菜品 也和河豚有关吗 这叫水晶河豚鱼 这是土鸡蛋 真的 这等于是两吃了 两吃了 真的 全是河豚鱼 瞧瞧 这一盘下来 得多少条河豚鱼的眼呀 可河豚鱼的眼睛 不是也有剧毒吗 这也能吃吗 必须要进个特殊处理 才能食用 在阳中 不仅河豚肉 河豚皮 河豚类可以吃 河豚的所有部位都能食用 就连独中之独的第一独 河豚籽和第二独 河豚肝 也都变成了美味的盘中菜 为了把这两道菜端上桌 中国烹饪大师周长顺 用了整整二十年 被称为拼命火腹 我是全世界河豚鱼 众多吃鱼最多的人 我为了搞这个事业 我众多二十一次 河豚鱼的鱼籽 通过特殊处理 过油炸的金黄 越嚼越香 熊鱼的西施乳 可以单独成菜 用葱姜酒水浸泡 然后焯水 配上调过味的金瓜酱 色香味俱全 在阳中 最能吃出河豚鱼肉香的 还要数红烧和白汁 不同的厨师 在做红烧或者白汁河豚的时候 都有各自的讲究 也有很多相同的要力 那就是用豆油把河豚干炸透炸香 不能太老也不能太冷 它熬冷了又多 熬老了又更多 中午慢慢熬 把那个河豚的油呢 全部充分的熬出来 烹烧的时候熬干熬得比较老 要熬到什么程度呢 熬的是暗黄色 也就是说快腐 而美腐的这个概念 当河豚干的香味充分熬出 就可以下入河豚 只需稍微在油里煎一下 就可以加入足够的水来炖煮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炖煮 一锅汤浓味美鲜香无比的河豚 就可以调味收汁出锅了 吃完鱼肉还能拌上一碗米饭 满口流香 在阳中 吃河豚的店很多 做河豚的方法就更多 每年还会推出新的吃法 鲜香的裙带菜 河豚稀释如汤 酸辣的泡椒河豚嘴 都非常值得品尝 而且一道饱含春季 食令食材的河豚酱 还能让食客们 把阳中的河豚带回家品尝 过去的熬酱一般就是 喉里的卢丝啊 然后喉虾 弄点毛豆啊 这些东西就差不多了 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是做了一个进一步的提升 头疼的肉末 头疼的骨头熬汤 就融入到我们这个河豚酱里面 另外河豚鲜美的季节 遇上小龙虾上市 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龙虾构去人家是 把做克制吃 跟喉虙在一起 把这个龙虾要洗得特别干净 就是龙虾呢 它可以改变一种 就是食着汤吃 河豚烧龙虾 对小龙虾的品质要求很高 当河豚炖得差不多的时候 加入洗净的小龙虾 让小龙虾煮出自身鲜味的同时 吸饱河豚的汤汁 先吃河豚肉香嫩爽滑 再吃小龙虾 吸上一口香浓的汤汁 再舀上一口肉质鲜甜的小龙虾肉 浓香四溢 在洋中 吃河豚的店很多 做河豚的方法就更多了 每年在吃法和口味上 也在不断升级 围炉烤河豚 品河豚奇茶 是猪壮英餐厅推出的创新菜品 这个热呢 就是河豚肉 它进入酱葱 进入一个处理 葱香味 就能融入到河豚的热里面 是淡淡的那种焦香味 里边的嫩度非常的足 因为本身咱们这个河豚鱼的话 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韧性和鲜味 它不断地会让你有回味的那种感觉 烤过之后这种鲜度会更好一点 从河豚狮子头 包子 饺子 圆子 到河豚佛跳墙 鱼排 酥饼 河豚粽子 洋中的这些花样多多的河豚美味 是不是很让你心动呢 除了河豚 春季来洋中 不能错过的 还有长江三鲜之一的刀鱼 如今市面上供应的刀鱼 都是人工养殖 记者了解到刀鱼生长非常缓慢 养殖三年的刀鱼也只能长到二三两 价格比一般的水产品要贵得多 刀鱼就是要吃个鲜味 这里的刀鱼大都采用清蒸的做法 一个鱼排一尾刀鱼 上桌时一个客人一排刀鱼 鲜味的滋味让食客们大饱口服 史蒂城是一家大酒店的厨师 制作刀鱼已经有十多年的经验了 像这个死鱼 刀鱼 还有这个河腾 它是高浪鱼类 因为一般的高浪食材 它就去简单的加工 是最好的 你就清蒸 清蒸是最考验鱼类鲜美程度的一种烹饪方式 简单而本真 首先要处理一下刀鱼 处理方式不同于其他鱼类 刀鱼的鱼类富含大量脂肪 蒸熟之后还能化出一层油脂 所以刀鱼都是带鳞烹制的 一条条刀鱼鱼身薄嫩 完整的鱼鳞泛着光泽 就如一把把大刀摆放在盘子里 清蒸刀鱼的做法非常简单 在刀鱼身上均匀地铺上姜片和葱段 撒上少许盐 花雕酒 再加上少许猪油 提高它的油脂香味 然后就可以进入蒸笼了 清蒸的时候要控制时间 它的时间正常的是 控制在七分钟八分钟左右 这个时间要考虑 因为蒸的时间太长 它的垃圾就会发面 就不太好吃了 蒸好的刀鱼去掉姜片和葱段 撒上少许葱丝和红辣椒丝 就可以上桌了 由于刀鱼身体比较薄 肉质焦嫩 红烧的时候控制好火候是关键 这样才能在保证肉质的情况下 确保每条鱼的完整性 要想做出一碗顶级的刀鱼馄饨 就比较奢侈了 因为一条三两的刀鱼 也刮不出多少筋肉来 刀鱼的小刺非常多 不过在清明节前 鱼刺都是软脆的 可以直接剁进馅里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忙碌 一桌刀鱼宴就做好了 简单而奢华 刀鱼制作简单 但是吃刀鱼却是有讲究的 一般就是清真刀鱼过后 一般刀鱼这个卡 主卡我们一般也取回去 取回给它油炸一下 或者浇盐 上给客人吃掉 因为这个鱼比较珍贵 整个鱼它都可以给私人使用 如果客人不擅长踢鱼骨的话 这里的服务人员也可以代劳 从鱼塞的位置下到 轻轻一划一拨 既保证着刀鱼的外观完整 整个鱼骨也轻松踢出 清蒸的养殖刀鱼 肉质嫩白爽口 细腻而富有弹性 入口一品 炖感鲜美无比 红烧刀鱼的油脂香味 要更浓郁一些 而刀鱼馄饨 皮大馅儿小 可能更多的是享受那种奢侈背后的满足感 最后再品尝一下椒盐鱼骨 椒香酥脆又是一种别样的感受 长江三鲜的另一鲜 食鱼以肥为美 鳞片与鱼皮间满含油脂 鲜味浓重营养丰富 品相完整的新鲜食鱼味之上品 今年食鱼的产量如何呢 今年的食鱼是供不应求 熬了铁钱我们全部卖光了 食鱼和刀鱼一样 最佳烹饪方式就是清蒸 再杀好的食鱼 提前用葱姜料酒盐腌制入底味 然后还要加上几种配料 是哪几种呢 粥笋春季的香菇 它是蒸香 然后再加入了这个刀板香 刀板香它是咸肉 咸肉的一种 然后提升食鱼的这种香气 我们新鲜的食鱼只要蒸15分钟就行了 蒸好的食鱼 鱼身雪白 肉质爽口 肥嫩鲜美 江苏静江 隶属于泰州市 位于长江北岸 与江一市隔江相望 处于江淮文化到无文化的过渡区 饮食方面也是如此 静江饮食清淡而又精致 又加上连进长江 鱼虾蟹等水产品就成了 静江美食的代表 每年的春天是静江鱼类产品最多的季节 回鱼也是其中之一 沸腾回鱼片是无红量融合了川菜元素的一道创新菜 深受食客的欢迎 这道菜从气氛 口味和它的味蕾都达到了一个提升点 回鱼的表面有很多粘液 腥味很重 所以要焯一下水去腥 然后把鱼片成鱼片进行腌制 就是把锅里放水 放底味放盐 把它穿一下 我们喷点什么叫穿 穿的目的是让鱼片更洁白嫩度更好 做沸腾回鱼片香料的炒制也很关键 锅中放油烧至八成热食 放入花椒 干辣椒和葱姜蒜一起爆出香味后 浇到穿好的鱼片上 一道麻香四溢滑嫩可口的沸腾回鱼片就做好了 回鱼狮子头是第一道的淮阳菜 做这道菜 作为静江本地人的毛国瓶最擅长 回鱼呢 它是长江里面的这个回油鱼类 这个时候味道是最美的 我们把它做成丸子 它的口感呢 更好 营养更丰富 做回鱼狮子头去鱼肉的时候 一定要把鱼刺剔除干净 那么鱼肉把它处理好了之后 掺和这个马脊丁 主要的作用呢 也就是说增加鱼肉的脆鲜度 毛国瓶说 做回鱼狮子头一定要放一些肥镖丁 肥镖丁 使回鱼狮子头呢 更有光脂 口感润滑 加料酒 葱姜盐 淀粉和适量的水搅拌均匀 做成圆子 在锅中小火慢炖一小时 就可以出锅了 清汤回鱼狮子头 这个呢 属于我们淮阳菜 原醉原味 营养丰富 老少皆宜